接下来的话,我们做完这个部分,我想应该没问题啦 如果你只要公司里面没有做错,你的逻辑是正确的话,我想应该还是可以做得出来 接下来的话呢,记得哦,我下一个部分就是说我要把资料抓过,因为它第二列表示这一列 那我需要抓的是,从姓名,班级不用抓嘛,从第二栏一直抓,抓到第2,3,4,5,第5栏 我要把这些资料抓过来,有没有,这个就抓到这边来,这个就抓到这边来 那还有个对应关系嘛,所以那如果我要抓资料的话 那你可以用indirect啦,你也可以用那个index啦,你也可以用offset啦,前面讲过啦 那当然我的习惯,我比较喜欢用index,index反正就哪一列哪一栏,你给它列哪一栏,它就帮你做出你要的结果 那刚好这个地方,我已经知道列了,所以我列就把,它第一个会问你说范围 好,所以我们接下来,特别注意哦,刚刚一定是一个选取范围,请你记得哦,一定要先把它取 有不要移动到这个之后,再到上面去做复制上面的公式哦 因为如果你,你之前有同学是这样的状况哦,复制公式哦,再贴,它变成是一个正列公式 而不是单一个储存格的公式哦,这点要特别注意哦,OK哦 等一下你们可以试试看哦,当然这会记得哦,优标一定要取消一下 好,然后再来把这个small这个公式哦,再剪下来,为什么?因为我需要再把这个small里面哦,再配合index抓取 诶,真正的那个资料,OK,所以把它剪下来,那怎么去抓取呢? 接下来一样插入一个函数里面呢,我们用那个index 所以呢,这个地方我可以用前面讲过的,剪试与参照里面的index 那index按确定之后,它会跟我要三个资料 第一个,你的资料在哪里?那因为我刚刚的列哦,其实里面有包含上面栏位名称 所以选的说记得要把栏位名称选进来,栏位名称是第一栏 要把栏位名称是第一栏,那个现在这个位置是第二栏啊 OK,所以哦,我就把A1一直选,选到1的12 这个范围是我们要抓资料的范围 再来的话呢,把这个范围先锁起来 因为等一下我会向右向下,所以把它锁起来 那哪一列呢?其实就是根据刚刚的small得到的结果 所以把刚刚的公司再贴到row,lamber 告诉他说,我就是在这个里面的第二列,先抓一定是第二列啦 然后呢,栏是哪一栏呢?那因为姓名 我要抓的话,基本上因为等一下会向右 那向右的话呢,基本上我可以用一个函数 前面有讲过吧,你可以用什么,column C-O-L-U-M-N 这个有印象嘛,那这个column你想说,column怎么抓呢? 基本上column我可以,因为他现在是在第七栏 可是我要抓的资料刚好是在第几栏呢? 第二栏,因为我要抓姓名嘛,对吧?所以怎么样?把它剪掉5 他就会去抓到,有没有?流年好,就是他了 好,那这个时候呢,当然你只有执行一个 所以你现在呢,如果说你要把它做一个 因为里面有个范围嘛,一样要去重复刚刚的动作 都按确定之后 不过他其实还蛮聪明的 自动帮你已经加上这个大瓜 为什么?因为你刚刚small复制的时候 他本身已经有执行过那个阵列 所以你复制那个公司的时候,他也会自动帮你把那个 这个这个阵列自动再复制 如果你怕他没执行的话,你可以再control shift加Enter 好,那向右 他就会把流年好,74,53,84,有没有?抓过来 主要是透过什么呢?哪一列,哪一栏 那栏的话,你会抓到第七嘛 如果你向右的话,变第八 第八在-5的话,刚好就语文嘛 那再来就数学地理吧 那向右之后的话,抓到的是第二列 再来的话第三列,第五列,全部都抓回来 OK,好,那你会发现哦,一直到十二列 那可是底下还是错误 因为前面错了,现在还是错 所以怎么办呢?没有关系哦 最后的话呢,请记得哦 游标再放回到那个就是G的那个G5哦 记得哦,你在复制公司的时候,请你不要在整个选取的状态哦 一定要点它一下,再把index这个公式剪下来 那做什么呢?因为我要把这个东西过滤掉 所以呢,我可以插入这个逻辑函数里面的过滤哦 有没有,if error这个还蛮好用的 以后反正你看到那个错误啊,你不用管它 反正就过滤掉就对了哦 它的有点像过滤器啦 好,你把它贴上 然后如果发生错误的话,给它空置串 意思就是说呢 把那些错误呢,帮我删除掉的意思啦 OK,所以其实if error还蛮好用的哦 只要你,反正你要过滤什么了 不管,反正就是给它空置串就好了 OK,按确定,那一样啦,因为刚刚index也有大瓜糊 所以你会发现,它自动也会把大瓜糊加过来 向右,向下,放开,完成了 OK,所以这个题目的话,刚好就一二三四,四个函数 OK,也许我们最后一次考试就类是这样子啊 会不会太难了 就给你题目,然后请帮我做出结果 我只要这样的效果 不,类似啦,也许可以不要这一题啦 反正就是学会比较重要啦 因为这个,这部分还是算 这个题目里面解题的一部分 因为后面还有VBA嘛 VBA是什么 就是你可以切换之后 它会自动再去抓 这个是VBA,我们函数还只是其一而已啊 如果要考试,要考函数加VBA,全部都倒了嘛 因为你们要一个评量,这怎么评量,这也会很头痛 不,但只是一个评量啦 大概形式也许我们不一定是这些比较难的题目啦 可以挑几题比较简单一点的好了,前面一点的好不好 不然这检视与参照 恐怕,不过还是要 因为我觉得这工作如果会的话,其实也蛮好用的啦 因为你常常会需要抓这个资料到另外的地方 那常常同学会问说,这样怎么做 其实就是这样做啊 那资料就把它带过来,不就是这样 就是你要把1到12月份的报表资料带到另外一个地方去 其实也是类似的概念嘛 资料带来带去而已啊 OK,所以请各位试一下 那完成的答案,其实也都在云端上了 我刚刚这个index,还有ifl 不过你也不用死贝啦,这不是贝的,这个是你了解之后呢 你大概就会做了 所以我这些都不是用贝的 这个我是用我要什么去使用这个函数得到我要的结果 OK,好了,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所以每一个函数都有它一定的作用 if的话呢,是判断是不是一般 small是做排序 然后呢index是排完去之后 把那个资料抓到我要放的那个位置 ifl是过滤掉我不要的东西 OK,所以四个应该很清楚啦 那其实你 所以其实如果你工作上面 第一个我想至少你要能够再使用内建的函数 无论是基础的函数,无论是进阶函数 假如说你都能够很得心应手的话 那我相信你至少在工作上的效率应该就不差了 那再来当然如果你要更好 可能就是可以在VBA上面下一点功夫 你就可以如虎添翼了 以后其实说真的很多地方呢 都可以很快的把问题给解决掉 所以其实常常有同学问说哪个问题该怎么做 其实我只要逻辑了解了 那个答案其实也就出来了 OK,所以 这个部分我想各位先试试看 就是刚刚讲的四个函数 那待会我们再来看有关VBA的部分 VBA